密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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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角地自閹 抗議立會廢權 反對角地自閹 抗議立會廢權 反對各地自閹 抗議立會廢權 反對各地自閹 抗議立會廢權 反對各地自閹 抗議立會廢權 好 掩責主席廢材 掩責主席廢材 好 掩責主席廢材 各位朋友 一地兩檢關注組 由數十個民間團體 立法會議員 專家等等組成的 在一年前組成 舉行了大量的行動活動 目的就是將政府 在高鐵而衍生的一地兩檢 這個處理 要與政府進行一個大的辯論 經歷過整整一年時間 現在是去到三步走的第三步了 過去數個月的工作焦點 主要是集中在立法會 一地兩檢條例草案委員會的工作 但現在已經是去到立法會的二讀 在前日 即是6月6日 就開始了立法會的會議的處理 一地兩檢關注組 我作為活動組的組長 開會 以及一地兩檢關注組 全體委員也開會之後 我們決定了在下個星期四 即是6月14日的晚上 7點至8點半 是去在立法會的示威區 舉行集會 我們無必是要結合在議會裏面 民主派的力量 以及在民間的力量 是要繼續為香港人發聲 控訴政府是利用一地兩檢 這個條例草案 是行破壞基本法 破壞一國兩制之實的 我們要作出控訴 我們一地兩檢關注組 過去明明提出了有替代方案 替一地兩檢在福田作為替代方案 嘗試遊說 政府去接受 就不要違反基本法 以及破壞一國兩制 政府繼續肆虐網民 繼續去罔顧民情的情況之下 強推各地兩檢 所以關注組認為有需要 舉行集會 再一次讓民意發聲 將我們的控訴提出 今天我們有很多成員出席 有學家代表 有朱家祖 有參加一地兩檢關注組的 立法會議員 他們亦都會各自說一說 未來日子 由現在去到 6月14日集會之前 亦都有不同的行動 活動作出的 現在我將時間交給一地兩檢關注 我們關注了召集的 阿陳屬莊議員 然後再由其他成員去補充 好 多謝梵國偉議員 其實由去年 7月25日 當政府發出關於這個 一地兩檢的文件 至今 我們關注組 其後就成立了 關注組當然 在各方面 我們都嘗試做很多的功夫 而在成立 雖然我們是很短的時候 但是我們亦都是有很多的團體 和個人 是參加了關注組 當中是包括學界 今天我們也都有新一批的學界代表 因為他們也都轉了莊了 但是很多有莊的都繼續出席 所以一會兒我們會將時間交給他們 而且我們也都很開心 學生會也都組織了一些活動 以及也都組織了一些不同的 接觸市民的一些活動 可以令到大家更加去認識 一地兩檢 而且他們更加在校園 都會嘗試接觸不同的同學 去令到大家更加了解一地兩檢 對關注組來說 正如剛才法國委員說 我們之前有做過 我們叫deliberation 我們有雙討日 也都選了一地兩檢在福田 但是很可惜 政府也都沒有正面回應 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 過去這麼久的時候 其實我們是多番邀約政府的官員 包括陳凡局長 包括袁國強司長 但是大家還記得 有一次的答問大會 林鄭月娥就說 如果就算見學生 包括學生都邀請過他們 但是就叫他們自己回去看這個新聞網 政府的新聞網就算了 其實政府在過去一段日子 不停逃避 用直接的方式去解釋給市民聽 為什麼香港要有一地兩檢 為什麼不可以在其他地方做 或者甚至是不需要用一地兩檢 只限制於檢疫和出入境就足夠呢 但是到現在都沒有一個好的答覆 而再加上我們的專家小組 其實過去提出了一系列的問題 當中當然包括法律的問題 還有一些關於高鐵營運的問題 說的是很可能在財政負擔上面 不單止對我們這一代 還會對我們的下一代帶來沉重的影響 所以其實在到今天 政府仍然沒有解釋 也都回答不了我們相關的關注 我們覺得非常之可惜 再加上現在這條條例 也都很明顯地徹底違反了基本法 還有我們現在整個的制度 憲法的制度 所以我們在接下來的星期 下個的星期四 我們將會舉行集會 時間就是七點到八點半 我們很希望能夠再有機會聚集到 市民和民間團體繼續關注這件事 高鐵就算是一地兩檢的條例 完了是未完的這件事 我們要繼續監察 更加我們要看 究竟會不會有一些內地的執法人員 越境執法 我們亦都要看 究竟政府何時才寫得 拿相關的資料出來 我們一定會繼續監察 無論是它的營運 它的財政狀況是如何 政府一日未好好交代 我們一地兩檢關注組 一定會繼續關注整件事情 我們不會讓政府 走數後再次走數 所以希望大家明白 我們會繼續持續地去監察政府 每方面的工作 包括是怎樣去落實法例 或者它所說的 怎樣去限制內地執法人員 只是在內地口岸區做事 當然最重要的就是 究竟高鐵相關的狀況 資料何時才會公開全面向市民交代 當中亦都包括 高鐵的工程會不會 再有些甚麼的錯漏 甚至是閃失 我們關注組會繼續關注 如果你們不介意的話 我想將時間交給學生組織 然後就會再請其他的民間團體 或者專家組去說 我們會轉位的 我們今天是有港大和中大的代表 中大的同學 我想你叫他們坐來這邊 你坐來後面出櫃 中大的同學坐來這邊 麻煩你 我想說我們的計劃 師父不要說 轉又有機會轉 謝謝 我們是香港大學學生會的會長王程鋒 我們早前的一間大專院校 決定了我們除了會出席 6月14日的集會之外 我們亦都表示非常關注 一地兩檢寮二讀這個階段的議題 所以我們大專院校 亦都會在未來的時間 除了發放網上文宣之外 我們亦都會在週末和下個禮拜 在香港的各區裏面擺放街站 希望各位同學和市民都可以關注 一地兩檢這個議題 我們見到近期立法會的情況就是 立法會主席嘗試以合作安排 來凌駕的基本法去嘗試 阻止一些修正案的討論 我們學界對這件事表示非常關注 以及我們反對這種行為 所以我們希望在未來一個禮拜裏面 各位市民和同學都可以關心這個議題 並且出席6月14日這個集會 你表達我們對於一地兩檢 這個條例草案通過的反對 我們請專家組的成員 謝謝 他們遲些活動的細節 就會再發送給各位傳媒 好 Kris 我們是專家組的成員 啟致味道你講一講 關於法律的層面 我坐在你上 各位好 我是吳中聯 是來自法政會司的代表 其實我想一地兩檢 其實現在我們在講這方面的討論 其實在過往的年幾兩年 其實已經是非常之多 我想現在在香港的市民 就是那個心裏 其實我想大部分 如果真的有關注這件事件的話 其實都是非常清晰的 就是知道 根本上政府 是沒有辦法拿到 一個可以符合到 基本法的一個 一地兩檢的安排 整個一地兩檢 其實關鍵就是 它是沒有可能 在現有的憲制的架構下面 是滿足到 就是說它是不在香港 去實行一些 內地的全國性法律 如果這些法律本身來講 並不是根據 基本法第十八條 是已經是放在我們的 附件三裡面 的一些全國性法律的話 在香港其實是不可以去實行的 政府其實這次 透過這個法案 其實大家看到一些 非常之荒謬的一些安排 看到它一方面 就在那裡嘗試 透過這個法案 嘗試去宣佈 這個所謂在西鐵站裡面的 內地口岸區 它就說這個是 不屬於香港的司法管轄範圍 但同一時間 它都強調這件事 並沒有違背到 香港現有所謂的 所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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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的地界 如果你不是影響到 這個內地口岸區 本身來說 還是屬於香港的地方的話 那你又怎樣可以實行到 一些內地的法律呢 其實我們看到這個 其實本身來說 在基本法上來說 其實是 不可能是符合得到的 很可惜的是 儘管 現在大家看到 政府已經是 沒有辦法 就這一方面 或者它不願意 什麼情形都好 拿到一個 就是 合乎基本法的方案 另一邊廂呢 它又透過一些 非常粗暴 草率的方式 嘗試去推動 一地兩建的法案 在立法會裏面去通過 這個我們看到 是非常之 不單止是遺憾 我們甚至可以覺得 是可怕 因為 一個不符合基本法 的一個法案 都可以 用這些所謂的 一些的手段 在立法會 用這樣的方法 去通過的話 那同樣的手法 將來在香港 是任何的 我們擔心會影響到 我們的權益 任何的法案 不要說什麼人權 經濟 其他方面的權益也好 都是可以透過同樣的手法 在香港通過的 尤其是 當你牽涉到一些 這麼重大 這麼爭議性這麼大的 憲制的一些問題的時候 都可以以這種方式的通過 其實我們是覺得 是很可怕的 我們都很希望 香港的市民 繼續關注這件事件 亦都可以 就是說 我們一地兩件關注 我們都會一路 無論是政府通過 與否也好 相信現在 大家看到 其實可以通過的機會 都是大的 那麼我們都一定會繼續去 監察下去 還有我們都看到 其實可以很肯定地說 未來在這方面 會有更加多的問題會出現 或者Chris 不要走著 阿啟智就 不好意思阿龍啟智 因為趕不及來 我們簡單說一說 其實我們專家小組 其實在過往的討論的時候 我們在過往的小組開會的時候 其實都擇成了我去代表專家小組 其實是向政府多次發信 要求他去作出適當的解釋 特別是包括這個財務狀況 大家可能都記得 我們最近接收到的資訊 很多時候都是一些官員 去到電台去講 我們才知道 甚至有一些資訊 是要通過記者們 在北京做採訪的時候 或者做專訪的時候 我們才得到資料 而我們遲遲都未能夠得到相關的資料 例如是 當本來說是這個直達站有16個 現在本來7月25日就說有10個 現在又加回到14個 但其實有兩個是列車的中途站 那究竟是怎樣影響人次 怎樣影響收入 而本來票價 參考這個直通車的票價 但現在二等 即是較為便宜的那隻 還要貴過直通車的50元 而一等究竟多少錢 到今天仍然未知道 究竟又會怎樣影響人次 怎樣影響將來的收入 而本來說 第一年一開車的收入 已經講的是有1億5一年 但是現在突然之間 陳凡在電台節目告訴你 原來這些基建 要洩投那十年八年 都是很應該的 很平常的 那為什麼這些數目 他講得出 但是我們立法會 遲遲都未有這些數字呢 還有更加多的荒謬之處 就是例如 本來直達站 是代表不停站 但是現在直達站 是告訴你 是不轉車 即是大家 你想想我搭地鐵 如果我要去 如果我告訴你 直達站是荃灣 和我現在 即是以前的直達站 和現在的直達站 相差多遠呢 又曾經說過 晚上 你可以搭車去北京 第二天早上睡醒 就有了 但是我們的理解 是連我們現在的高鐵列車 應該是沒有餓鋪的 沒有餓鋪的 而且高鐵夜晚的路軌 是會進行維修 不會容許列車在上面行駛的 其實種種的這些的 這麼重要的資料 當然更加講的是 內部回報率 由最初說想起高鐵的9 到說9% 到2009年 說轉到去6 然後2015年 再追加撥款 變到去4% 究竟到今天 還會不會是正數呢 仍然是一個迷 但是這些這麼重要的資料 直接影響了可能 以後市民 在這個港鐵得回來的 相關的一些 一些我們叫做 concession 或者一些優惠 可能會蕩然無存 政府 而且還有政府和港鐵的 和九鐵的鐵三角關係 包括他們的服務協議等等 相關的資料 到今天都未提 究竟政府會不會在港鐵裡 收到錢 還是反而要港府去補貼 港鐵的營運高鐵的費用 現在仍然是 我們是未知道 所以政府在一地兩檢 這條條例 未通過之前 將所有這些 非常非常重要的資料 全部隱瞞了 是絕對不恰當的 所以這個是我們關注組 專家小組 一直以來都還在追緊政府 當然沒有講班次 現在告訴你 最高峰就是114對 去廣州 去深圳 但其實行常是多少 因為我們只能夠用行常去評估收入 但到今天行常是多少 都是無人知道的 所以我們之前都講過 為什麼福田做好 或者其他國內的站 做一地兩檢更加恰當 因為很簡單 我們今天中長途站的列車 只有13隊 去14個總站 但是如果去到深圳北 只是去污頭 一天有70班 怎麼比呢 所以我們覺得 如果真的講效益的話 其實到底在香港做一地兩檢 效益是不及 永遠都是不及在內地做的 謝謝 我們接著就請 Sherman 講一講我們星期六 仍然民間團體會有民間公聽會 跟著我們請 以個人身份參加的議員 或者是前議員去講一講 我是陳樹滿 Sherman Chan 我是珍普選舊港大聯盟 其實我是代表民間組織 其實今次出席 我其實都是特別想 表達我們對我們民主派 立法會議員的支持 因為其實這場實在是一場很難的硬仗 我們都看到我們立法會裡面 我們民主派的議員 是真的很努力 其實是很困難的 看到他們真的講到口水都乾 牙血都出了 其實現在那件事實 已經放在大家眼前 其實是很荒謬的 其實香港可以賴以成功的地方 我想大家其實都知道 我們都在香港長大 其中就是我們是崇優 講到法律問題 其實大律師工會 或者我們法政會司的專家 其實都表達了很多意見 但政府是不聽的 最近特別是這幾個禮拜 這幾天我們就真的大開眼界 我們就看到我們香港的港鐵管理層 或者港鐵董事會的企業管治水平 我想真的我們不敢相信 我們一個高鐵就是一千億 還有MTR其他的業務 一個我相信幾千億的王國 就是由這些人用這樣的方法去管治 政府作為大股東 或者其實可能在座當中 可能你都抽了一些港鐵股票的 可能你都是股東 香港市民每天搭機鐵的 都是股東 都是stakeholder 就是眼白白看著我們香港 一個這麼重要的資產 就是這樣被人去miss manage 這樣來管治 我想這個其實 大家都是很不開心 其實今天我來 其實橫風橫雨 其實我也想過來不來 因為其實真的懷著很沉重的心情 其實我們這場仗打了真是很久 由關注組成立到現在 我們民間組織就盡量去配合我們議員的工作 那我們是怎樣做呢 我們是在過去的一段日子 差不多大半年時間 我們是在不同的區域去擺民間公聽會 我們差不多是已經擺了三十場 我們也有其他團體 一起去擺街站 我們盡量去把這件事解釋給香港的市民聽 把這件不公不義是很離譜的事情 一些完全是欠缺透明度 霸和硬上公的情況 是盡量解釋給市民聽 我們說得一個得一個 所以我們已經擺了差不多三十場民間公聽會 明天9號 都會繼續 我們不會放棄 我們仍然都 無論我們那個法案 是怎樣粗暴被通過 或者主席是怎樣